有一个小故事 你们愿意笑就笑 你们不愿意笑也不要哭 有一个女生 有一个女孩子 女生 她过去呢很喜欢一个男生 有一天呢 这个男生啊 不知道为什么 被好几个人打得鼻青眼肿 一个人坐在操场上 非常可怜的样子 这个女生就买了一大堆云南白药 去帮她擦洗 就这样默默的 大家没有说话 后来这个男生成了 这个女生的丈夫 这个女生告诉她的闺蜜说 我现在已经离婚了 闺蜜说 为什么 我以为我丈夫 她永远不会知道 是我叫人去打她的 这就是因果 我们在人间用小聪明来处理问题 觉得这又不算什么 很多事情无所谓的 今天念经了 跟菩萨随便讲几张小房子 好像护法城都不知道 好像菩萨都不认识你们一样 我告诉你不要说菩萨认识你们 你们的师父也认识你们 所以当我们感觉什么都无所谓的时候 你要记得提醒自己 人要诚实一点 因为因果无处不在 人不要把诚实当成像金钱地位的去追求 要学会把诚实作为人的一种根本 慎重沉稳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你会在不断的付出当中获得快乐 一个人只有保持真诚善良的生活态度 才能拥有智慧愉悦的人生 好 谢谢观看